哈囉大家好,我是老頭Olderman 大家好,我是老司機 我們今天一起來測試一下這個多人連線 那測試了很久啦,從昨天就測試到現在 然後開始研究多人該如何進行非常的繁瑣 結果後來就是,終於研究出所已然了 就大概知道這個東西要怎麼運作了 那那個也感謝這個老司機很努力的就是幫忙蒐集這些礦物 太OP了 一轉眼之間呢,昨天下線,然後今天上線 哇,多了三個儲物箱 然後呢,裡面滿滿的礦物 太棒了,這個礦物呢 可以讓我們節省非常多的時間 對啊,那老司機我們今天要幹嘛勒 今天要做什麼 剛剛進來吧,什麼建築都沒有 我們覺得先把基地給建 基地啦,基地給建 基地 如果資源允許的話,我們就建一個 車廠啦 車廠啦 當然是先蓋一個基地嘛 不然的話,沒有基地 你也不能蓋車廠 因為它是需要 它是需要一個製造廠的東西 製造那個 那個什麼 電路跟一些其他的配備 對,還有塑料之類 我們看一下 我們先來看一下 不然你籌備那個基地的 然後呢 我蓋個製造廠的 好不好,我們這樣分工合作 我先把熔爐給建了吧 誒,熔爐還沒建喔 誒,對喔 啊,我們沒有熔爐 我忘記了,最基本的 啊,真的是 我們沒有熔爐哪裡的鋼鐵呢 真的是 忘記最基礎的東西了 誒 說要飲水師緣 不忘本 好不好,我們都忘記最根本的東西了 這個太 太不好 所以說我其實蓋這個熔爐也很快 什麼都有啊 材料好少喔 想到當初我們蓋這個 就覺得沒什麼 到旁邊就發現 哇,東西一大堆 超煩的 對啊,OK嗎?你好了 誒,其實我覺得你的顏色比較好看誒 我突然有點羨慕你這個顏色 你看我太單調了 就純白的 你還有漸層 橘紅,然後再配上黑色 你自己按V,你看你的那個 背部感覺還蠻好看的 我看到了 對啊 這樣就在這裡嗎? 可以啊 在箱子旁邊 比較方便 這樣比較方便 就轉個彎就可以直接取材了 就不用跑這麼遠 對啊 對了,順便 順便講一下 我們要蓋個信標哦 對對,信標很重要 你能明錄 對,真的超重要的 我當初 錄到第幾集忘記了 就信標沒有做出來 找家找超久的 太辛苦了 對啊 我弄個信標好了 我先來弄個信標 我來弄信標 我來弄信標吧 你來弄信標 然後 那我弄那個 專門建家吧 建基地 建基地 好啊 我建基地 好像是需要 煤跟 煤跟什麼 我有點忘記了 我常常忘東忘西 跟鋁 看一下 跟鋁 然後 基地的話 玻璃等下會做鏟子 非常的簡單 對 對 鐵 你在用我不能用耶 哈哈哈哈 還有這樣子的哦 好像是的 哇 一個人用一個人用 那要不我再建一個好了 也是可以啦 增加方便性 啊 能弄一個鏟子 對 再建一個 哇 有材料就是不一樣 太快了太快了 真的 呵呵 有一種坐享其成的感覺啊 啊 沒有沒有 唉 我現在挖一下沙子啊 嗯 他好像是要三片玻璃的樣子啊 三片玻璃的樣子啊 對 好 第二個龍路好了 OK 三片玻璃 欸是十片啊 搞錯了 十片 那我們還要再 再十八個沙子 我覺得他這個沙子 基本上一隻可以慘多一點啊 那一次給一個感覺好少 至少兩個嘛 對不對 比較有效率 而且他慘沙子都沒有 沒有效果 對啊 沙子都不 不飛起來 嗯 這可能之後會改善我想啦 我想之後可能會改善 的確會 嗯 現在是在阿八階段什麼事情都會發生啊 而且他後面好像還有除了沙子以外的材質 真的都不知道怎麼採的啊 哈哈哈哈 踩不了啊 我不知道那個是要怎麼採集啊 不太好採 嗯 不太好採 都沒有做出來了 然後 然後 阿魯米跟 銅 銅 銅 好多銅喔 我的鐵片做好了 有七十多個了 哇 太多了吧 那絕對可以坐兩輛車開出去啦 可是我們還要清氣 我們沒有數量喔 哈哈 對不對 我們是沒數量對不對 好多東西現在見 來 基地來了 基地你來了 可是為什麼擺不下 那個小的先拆了吧 為什麼擺不下去阿 欸他都是紅色的欸 你把那個小的 要不要把小的先拆了 可以阿 你可以開嗎 你可以開嗎 我看一下能不能拆 欸我可以拆了 把它拆掉 欸不對阿 可是為什麼我這邊都顯示紅色的 是嗎 嗯 欸 好了有了有了有了 他怎麼這麼的挑阿 他真的很挑欸 可能不能離我做的東西太近之類的 可是我們已經算是同盟啦 對 好吧 那我們在這裡喔 他只能 只能要求這麼的 這麼的 遙遠 好吧 就這樣阿 還可以 OK 那我就蓋起來 老頭在哪 我在你後面阿 喔在這 因為他距離要很遠 這麼遠 才取得到阿 不然的話太近又被自己擋住 他擋住他又不給你那個 很麻煩阿 看一下什麼材料 你要不要 欸我材料都夠欸 你要不要那個 哪邊要蓋窗戶阿 先講一下阿 不要窗戶吧 都不要 因為窗戶就不能蓋那個東西了嘛 對不對 所以全部都是一般的 對對對 普通的就好 那對面要不要蓋一個那個 門阿 還是不用 先不用 先不用 反正到時候需要再裁掉就好了 對對對 OKOK 那我們全部都蓋門 好 我看一下有沒有 我看一下信標怎麼做 哇 好多材料好爽喔 有玻璃嗎 玻璃喔 我這邊 我不知道有沒有剩欸 我看一下 有 這邊有三片 你要幾個 你在身上嗎 對 在身上 丟你的頭上 欸欸欸 在地上 在地上 我剛剛丟了之後 往你頭砸下去了 哈哈哈哈 這樣啪一聲 然後掉在地上 然後你也沒看見就走了 果然是在外太空阿 被東西打到沒有感覺 不疼不疼 也不對阿 在外太空是會漂浮的阿 沒有重力的阿 好吧 這個星球有重力 這星球 對對對 重力跟地球不一樣 重力的程度不同阿 我們需要一個綠的礦 好我們插鐵 這邊應該很多 哇 好爽喔 一有一定有 對的 其實不是很難採 你知道所有地方的位置以後 最難的應該是金吧 金比較遠一點 也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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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記得地方 就注意點怪就行了 喔對 那個怪是還蠻麻煩的阿 我覺得 星標做好了 星標怎麼用 放地上就 放在那個地上就可以了 然後 然後到時候如果你要找路的話 你就拿那個地圖 然後按左鍵右鍵 他會切換你的出生點跟你的星標位置 左鍵右鍵 左上角會跳有沒有 喔 對 那可是他現在好像是還不能改名 所以說 所以說我們就只能 用他的預設的那個名稱 去判斷這個地方是哪裡 對 目前是這樣子 還是 顏色也改不了 還是你找得到改名 他好像沒辦法 顏色也沒辦法 雖然是可以設定阿 但顏色不會變 改不了 對 顏色不會變 好 那我做下一個東西 下一個東西 葉也蓋好了 蓋好了 這麼快 那我們蓋那個阿 閘門阿 那個 這是那個 進去會 進 進生的那個 對 這個需要 不然我們這樣進去 這也不算完成 算半完成 你蓋那個好了 然後我蓋 實驗台 那個叫什麼的 那個叫什麼的 那個實驗台的那個東西 化學實驗桌 對 化學實驗桌 還有一個 製造廠 隔壁的這個 可是你還要蓋一個阿 你要蓋那個 門 你先蓋那個門 然後我蓋實驗桌 實驗桌 OK 因為我有鏟子 好 而且我覺得他這遊戲的那個 突擊步槍阿 好像也 也不是很強 很水 是的 而且很快就用完了 而且 材料拿來做子彈 感覺太浪費了 有點浪費 真的 因為我們這把槍 基本上是可以 慢慢磨都磨都死阿 嗯 我覺得出氣的槍蠻好用的 很好用 那個 不用子彈 對啊 因為我可以做 OK 那就做吧 可以耶 可以合作做 那還蠻好 唉唷 按錯 哇 脫出來了阿 有了有了 好快 好快 真的 一個人在玩的時候 多辛苦阿 這個新標是不是要分享阿 我往往不能用 不能用 你可以分享看看嗎 沒有辦法按T分享 沒有 沒有T 我按住他顯示 可能沒有分享到這個地方 我按住他顯示 好像不行吧 還是怎樣 升級了阿 我要點跑速 對對 跑速最重要 這跑速最重要 不行耶 好吧 沒關係 做一個 嗯 到時候再做阿 我現在先中那個 實驗台 實驗台先把他做出來好了 好 有了實驗台 我來做桶好 這桶就可以 去採氣了 清氣嗎 清氣在我們附近 對 OK的阿 好多鐵片 筒 廟 我拋了幾個 12345 11個桶 就這個你蓋得我不能用 我要到這邊 好可憐 ley rights 你要解鎖 historic 不是不是 這個是因為我剛才在用 喔 你剛剛在使用啊 難怪 現在你可以用 兩個人不能同時使 對啊 這算是缺點吧 有點 我可能 遊戲怕它會出問題 兩個一邊拿一邊就變複製了這樣子 直接複製 鋼板了 你那邊鋼板夠嗎 鋼板我都用完了 都用完了 完了 我們缺鋼板了 我們缺鋼板 這邊有四個 我實驗台需要鋼板啊 要多少個 差一片 而且我們好像沒有煤了 沒有煤了 欸 好多喔 有有有 這邊在中間這一個地方 太多了太多了 好 那我就直接去挖清氣去吧 好去吧 走 我把槍放得好 那槍有點重 真的 那突擊步槍真的還蠻重的 不需要這個 哇 你的清好多 我可以蓋 可以蓋實驗台了 這麼快 就 它只需要玻璃跟鋼鐵而已啊 不錯 那我回來就可以直接做 塑料了 對 直接做塑料了 好快喔 好快喔 太快了 我們現在才十五分 十三分鐘左右而已 這個進度會不會太驚人啊 多人合作真的是差很多欸 對 那你桶子帶幾個啊 我帶了十一個 十一個桶子 對阿 好那可以做 可以做十個 十個塑料 欸 可是你要去採那個 採那個塑膠啊 我們這邊附近 我記得也有塑膠 我看到了 我看到了 就那個長得很像 像日葵那種東西 有沒有 我覺得像蘑菇 像蘑菇喔 我覺得像像日葵 放錯邊了 看一下 採青線的地方 老是有些蟲 有點麻煩 每次都要打 就很多啊 很多蟲啊 他就是在採青器的那個 地上 爬滿了蟲 這蟲居然會鑽到地上去 現在開始耍聰明 耍聰明會躲就是了 那我現在插塑料呢 我們就可以開 蓋製造廠啊 這麼快 對 製造廠蓋出來之後呢 就可以準備蓋 蓋 蓋 蓋實驗廠就是 做車子的那個 哇 現在 正在採青 我們還需要那個 氣旁邊的那個資源好像 那個叫什麼 呃 碳 要不要碳 要碳要碳 不然沒有辦法做那個 塑料 對 他需要碳 先把氣採回來 碳反應有點重 我覺得那個機器人的移動速度真的要加快 不然的話 又完全不想帶他們出門 有點廢 等等他們直接卡在那裡 能夠提供一點點防禦好了 好幫忙攻擊啊 就沒了啊 欸他還能修東西對不對 喔對阿他是能修東西是沒錯啦 他直接很慢 我覺得很慢啦 自己修感覺還比較有點效益 這樣子 目前 你一退出的話 所有東西都會修好 那會不見 那我弄一個性標好了 對 我也來弄個性標 這樣才不會迷路 哇 我記得老頭有一期視頻就迷路了 超多迷路的好不好 因為基本上我玩這種沙盒式 大致上都滿是路痴 是嗎 嗯 其實我在現實世界我也是個路痴阿 哈哈哈哈 所以說 這已經反應到遊戲裡面了 被大家知道我是個路痴了 你知道太多了 必須把你抓起來 你知道太多了 沒事沒事 我是老司機 我演示多年的那個 弱點 終於被發現了 我是個超級路痴 然後我覺得等一下觀眾一定會說 老頭你路痴 不是一兩天的事情了好嗎 你路痴已經媲美索隆了好不好 因為我以前 我以前玩方舟的時候常常犯唇阿 然後 我觀眾都會覺得說老頭你又來了 你又開始了 又開始了 又開始了 對阿 就是 我覺得他們有時候還是在容忍我阿 因為我每次在拍影片的時候 都會在那邊 怎麼講 講一些就是 說錯阿 把東西 把東說成西 然後還講得很開心 這樣子 然後可能就是會有一些強迫症的觀眾 或是什麼 會覺得說 老頭你都念錯我快受不了了 會不會有這種反應阿 然後我就覺得 幹嘛這樣 對不對 犯錯在所難免 可是也太多次了吧 哪有人可以把劍心象跟迅猛龍講菜 三角龍跟劍心象搞混的 對阿 我曾經有一集大概 有一集大概 三角龍跟劍心象搞混 大概已經五六次左右了 哇 對然後 然後 然後一直講一直講一直講 然後他們就 很不耐煩說 老頭你講錯快受不了了 那明明就是三角龍的阿 你一直講劍心象按在幹嘛 阿 我就跟他說沒有阿 就有時候可能拍片太累了嘛 對不對 就阿 就當作 當作是一場笑話 笑笑就好了